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从五亿高中生案 谈不动产以转规划 欢迎洪绍凯讲师 洪绍凯 IAFC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 专任讲师 各位华宝的伙伴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五亿高中生这个案子 当然五亿高中生能聊的东西 非常的多 我们今天呢 只有针对不动产的遗转这部分 来跟他做一个讨论 五亿高中生这个案子呢 他的征点其实非常的多 包含我们在媒体上常看到的 大家比较焦点放在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是他本身的身份 他的身份也很特别 是因为他的身份 就一开始而言是他的爷爷 然后来变成了身份 这个当中有涉及到 所谓的认领这件事情 另外第二个就是他后来结婚了 这个婚姻到底有没有效 那面上也讨论非常多 包含说结婚的证人 是路上随便抓的路人 但是各位路人就不能够当证人吗 其实路人是可以当证人的哦 只是说证人 他不认识当事人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证人必须要能够亲见签文 当事人有结婚之争议 那就目前最新的发展来看 检察官似乎是认为说 这个证人并没有确认 双方有结婚之争议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婚姻应该是 无效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这个婚姻是有效的话 另外一个大家常讨论问题是 那这个配偶是否有 丧失继承权的状况 因为之前大家在推论 这个高中生之所以会罪癌 或许跟他的配偶有关系 可能配偶是直接加害 或者有间接加害的情形 那如果是的话 根据民法1145的规定 你去伤害被继承人 会让你丧失继承权 所以如果说能够找出 配偶确实有加害 这个高中生的情形的话 那么他是无法继承财产 即便他是配偶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就目前检察官最新的调查显示 好像找不出有他杀的嫌疑 所以目前这部分的话 可能暂时是排除 另外妈妈的身份 妈妈的身份也会跟继承有关系 就是妈妈的身份 如果是中国籍的话 那么这个在继承上 又会有不一样的规范 另外高中生的妈妈 她的国籍 也是大家广泛讨论的 根据媒体报道 妈妈原本应该是中国籍 那么如果是中国籍的话 在我们的继承当中 她的继承权是会受限的 中国籍的继承人 最多只能继承200万的财产 但是目前妈妈律师是主张 妈妈应该是无国籍的身份 这部分当然也是还有待确认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要讨论的是 关于五亿高中生 她这些不动产到底是怎么来的 之后衍生的税负问题 我们今天就这部分来做个讨论 首先关于五亿高中生 她的不动产是怎么取得 根据媒体的报道 一开始是说 她是继承取得 最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在媒体上都说 她是继承了爸爸的不动产 但是后来的媒体报道 她的写法变成说 她叫做受证取得 这个不动产的来源 是爸爸送给她的 那这个不动产是继承 或者是受证取得 这个会有影响吗 其实也会有影响 那我们从这件事情 来讨论一下 一般我们客户 如果有想把不动产 要给下一代 那么她今天选择 赠予跟选择继承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一命来做个讨论 如果说今天这个不动产 她叫继承取得 那么继承取得不动产 第一个好处 她叫免征土增税 我们在不动产移转当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成本 就是土地增值税的部分 但如果今天 这个不动产的移转 是因为继承 父母亲过世 子女继承取得 这个不动产的移转 她不需要缴到土地增值税 除了继承不用缴土增税之外 继承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下一次 要交土增税的时候 她的计算 会从继承日起算 我们的土地增值税 她的税基 是公告限值的涨幅 我们看法律上的用词 叫做土地涨价总数额 土地涨价总数额 我们如果讲白话 她其实指的就是 公告限值的涨幅 如果今天是继承 除了继承当下 不用课土增税 那么下一次要交土增税的时候 我们再计算公告限值的涨幅 会从继承日起算到出售日起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这个不动产 爸爸是民国90年取得 110年孩子继承 112年孩子把不动产出售了 这个时候土增税的计算 是从110年孩子继承 到112出售 这两年的公告限值的涨幅 来计算就好 前面继承本身不用缴土增值税 而且前面那一段的涨幅 我们就不用再去计算 继承虽然不用缴土增税 但是他必须要克遗产税 只不过以遗产税的克征来讲 我们目前都是以公告限值来做计算 所以跟市价 就目前而言还是有一段差距 另外继承还有一个好处是 如果说被继承人 他取得不动产的时间点 是在民国105年以前就取得 如果以无意高通车这个案子来看 他的生父 取得这些不动产的时间点 其实都蛮早的 从目前的方向杂志来看 应该都是早于民国105年 换言之 以无意高通车这个案子来讲 如果是继承取得不动产 那将来再出售 他是不会有房地合一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房地合一的规定是 105年1月1号以后取得的不动产 将来再出售 就要克征房地合一 虽然我的继承日 是发生在105年之后 但是继承取得的不动产比较特别 继承取得的不动产 要来判断 他是不是要克征房地合一 我们不是看你什么时候继承取得 基产既然是继承 那么所有的继承人都能够主张权利 换言之 今天这个不动产要给谁 就不是被继承人说了算 而是要继承人大家彼此来协议 如果继承人不愿放弃权利的话 那么他们都是可以继承的 如果被继承有立下遗嘱 他用遗嘱来指定 我这个财产只要留给特定子女 即使是透过遗嘱来指定 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特留份的问题 所以留待继承虽然税比较少 但是在分配上 他就会受限到特留份的拘束 那么以这个案子来看 五亿高中生的遗产取得 应该不是透过继承 因为如果是透过继承的话 理论上其他继承人也都可以继承遗产 而且看起来这个高中生 跟生父的原配还有原配的子女 他原本应该称呼他们为 叔叔勃勃姑姑的 他们现在事实上变成是 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跟这些人就媒体报道来看 应该感情不是非常的融洽 所以不太可能会发生说 其他人都抛弃继承 而让他来单独继承 这个情形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成立的 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 五亿高中生的不动产 应该不是继承取得 但这个案子 如果他的不动产是继承取得 以目前来讲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现在高中生过世了 那么又发生新的继承 这个时候 这五亿的不动产 就不用再课征遗产税了 因为移政税法第16条第10款有规定 五年内再继承的遗产 只要已经缴过遗产税 那就不必再记录遗产总额 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个五亿高中生的生父 也是在2003年年初过世 既然是2003年年初过世 那如果是继承取得 代表他是在2003年发生继承 并且爸爸如果留下五亿的不动产 理应缴到遗产税 这就代表在继承当下 已经缴过遗产税了 那现在高中生继承后 马上又再度发生继承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记录遗产总了 因为这是比不动产遗产税 才刚刚刻过 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五亿高中生 他的不动产 应该是受证取得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是受证取得 就代表生父在之前在世的时候 就陆陆续续 已经把这些不动产都赠予给他 如果是采用赠予的方式 他的税负成本 第一个必须要缴赠予税 除非这些不动产在赠予的当下 他们还是农地 并且有符合农用的条件 那就可以免征赠予税 第二个 如果他的不动产是受证取得 也还要再缴土地增值税 我们今天不动产 如果是透过赠予来做移转的话 赠予人要缴赠予税 受证人要缴土地增值税 同样的 如果说在赠予当下 他就是农地的话 并且有农业使用 那么有农用的农地 也可以申请不克征不增税 至于吴予高中这个案子 到底他在受证的时候 不动产是否是农地 就目前的媒体报导 我们也不得而知 只能说 因为那个地方是重化区 也许在赠予的时候 或许还是农地的状况下 就已经发生赠予 如果不是这个形形的话 代表生父把这些不动产移转给他 其实也花了不少的成本 因为必须缴赠予税 还必须缴土地增值税 如果说当初是因为赠予而发生移转 将来这些不动产在出售的时候 他就很有可能要去缴纳房地合一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是继承取得不动产之后出售 我们要看的是被继承人什么之间取得 但如果是赠予 他就会变成是以受证人 受证取得的时间点来认定 是否要克征房地合一 所以如果这个赠予是发生在民国105年之后 父母亲把不动产送给孩子 那孩子将来出售不动产 就一定是要克征房地合一 他是适用心智的 那如果说无意高中生 他是受证取得 可是他马上又申雇 那么他申雇后 将来继承人继承了再出售 一样是适用心智 那赠予虽然说要缴到赠予税 还要缴土移证值税 而且如果是现在赠予给孩子 将来孩子再出售就会有房地合一的问题 但是赠予比较大的好处就是在分配的部分 今天只要是生前赠予送给谁就是谁的 不会有特留份的问题 只有继承才会有所谓的特留份 生前赠予完全没有特留份的限制 不动产用赠予方式来移转 虽然说税不成本比较高 但他的好处是今天只要是受证取得 他就没有特留份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财产 我有特别想一定要给谁 那我可能采取生前移转的方式是比较好 我直接送给他虽然税缴得多 但是送给他就确定是他的 不会再产生特留份的问题 回到五一高中生这个案子来看 假设五一高中生当初取得不动产都是叫受证取得 爸爸送给他也已经缴了不少税 可是呢他现在又申雇了 那么申雇再发生继承 也必须全部寄入遗产来课税 所以我们如果以五一高中生这个案子来看 他如果是继承取得这五一不动产 现在再继承就不用去缴到遗产税 但如果当初是受证取得 当初缴了很多的税负 现在再继承这五一还是要课遗产税 那我们以五一高中这个案子来看 我们在选择不动产的移转 大家也是会烦恼 我到底应该要生前移转比较好 还是留待继承比较好 其实这两个答案没有绝对的标准 我们要看我们在乎的点是在于税 还是在于分配 如果我们在意的点是在税这件事情的话 一般而言留待继承 应该是比直接赠予会更省税 只是我们刚也提过了 继承虽然税比较少 但是继承的缺点就是会有特留份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很在意 这个不动产一定要给谁 一定不要给谁的 那可能生前移转还是比较好一点 如果要生前移转 我们会建议以买卖取代赠予 就目前的税制而言 如果可以我们要生前移转 那就尽量是以买卖的方式来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用买卖方式来移转 第一个我可能不用缴到赠予税 第二个我的土地增值税 也有可能缴比较少 因为如果不动产是买卖移转 我们还有机会去使用徒增税 一生一次的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 这个是仅限买卖才能使用 赠予是没有机会使用的 再来买卖还有个好处是 我可以透过买卖来垫高取得的成本 今天如果父母亲是把不动产 直接赠予给孩子 那么孩子将来再出售 要课增房地合一 而且他的取得成本就只是公告限制 但今天如果我是以买卖方式来做移转 那孩子的取成本就是这个买卖的价金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把买卖价金拉高 这样子的做法 垫高孩子的取得成本 将来他再出售 房地合一就不用缴这么多 那么在考量这个不动产移转方式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善用其他的工具来做规划 比如像保险 比如像遗嘱 比如像通过信托 举例来说如果以保险而言 刚刚我们提到了用买卖取代赠予 那既然是买卖就不需要有资金 孩子的资金怎么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建议利用分年赠予 结合保险的方式来帮孩子创造买卖的资金 今天如果是要选择继承 我们也可以建议客户 你在分配上有特别想法的 你可以透过遗嘱的方式让遗嘱来做不动产的分配 如果有牵涉到特留份的问题 你可以去安排其他的资产来满足特留份 也就是我的不动产是给特定子女 那其他的动产我安排给没有拿到不动产的子女 来满足特留份的部分 如果有这个掌控权的需求 我希望这个不动产父母亲可以来做些控制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信托这个制度来做安排 以上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以上是本周的华宝研究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追踪我们的社群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